4月8日,中朝吉安满浦公路口岸正式开通仪式在吉林省吉安市举行,该口岸正式开通后,将成为中国东北三省占定面积和建设规模最大,建设标准最高,验查设备最先进,通关速度最高效的边境口岸之一。 中朝吉安满浦公路口岸性质为国际性常年开放公路客户运输口岸,每周开关7天,周一至周五为进出口货物验放通关时间,周一至周日为出入境人员验放通关时间。 据悉,吉安公路口岸建设项目总投资2.8亿元,占地面积10.28公顷,由国门、客厌大楼、货厌大楼、边厌银房、海关监管库、薰针房等12个单体建筑组成,建设标准为年进出口货物50万吨,出入境人员20万人次。 中朝吉安满浦公路口岸正式开通后,吉安市对潮口岸将达到4个,涵盖公路、铁路、水运等多种通关模式。